9月2日,中国男足在广州开启试域赛亚洲区40强赛第二阶段的备战 当日下午,规划球员艾克森随队抵达训练场 这也是他首次身着国足训练服亮相 在训练开始之前,艾克森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,艾克森略带腼腆 他说今天自己焦虑到天还没亮就起床 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因为今天要到国家队报道了 艾克森告诉记者,第一天到国家队报道 队友们都对他表示欢迎 对于目前国足队内的氛围,他也感到非常开心 对于学习中文,艾克森表示,虽然来到中国已经有七年的时间 但学习中文的时间还比较少 接下来他也将努力学习,希望早日能用中文跟大家交流 据介绍,9月10日,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正式开打 不出意外,届时艾克森也将披上中国国家队的战袍 完成国家生涯的首秀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